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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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如此風格 歡迎大家 來 所有的公主王子 今天我的生日會 我負責生日你們負責 收禮物 媽媽 你打生日間 九個月不要了一分錢 一分錢 好感到我們不會想念我 想不想要 想要 明天只要6.9 230 誰會不會變10位了 歡迎 李宗盛 快樂 給我打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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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他就需要有个这样的设计 就是节奏感的设计和情景的设计 甚至比如说包括情绪高点啊 就是非常难卷 我对说最近流量很卷 然后压力蛮大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兄弟放心 生日快乐 明天我陪你 我们一起重重重 开开开开 我那个去 哎呀 妈呀 救救你 对对对 哎呀 生日来当时是个男还是是女的 不知道呀 那你们最多一晚上能开多少 几千 几千了 看到我不适合做开放直播 作为一名商业作家 过去十年 我不断地采访和写作 试图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 很多时候 商业本身的复杂性 其实是被低估的 网络上的标题和道听途说 会主导我们的印象 导致太多观点 太少事实 我想更真切地去观察和感受 这个项目怎么会做三个人呢 就七天后 我们就大几下 这几个月头都能够出去 来 宝贝 准备 准备啊 过去一年 我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在讨论直播代货 它是现在最火爆的行业 它自乎对所有人开放 以不乏财富创造的东西 有个数据说 在中国有超过1.3亿个直播账号的运行 当这样一场商业巨浪袭来 我当然会好奇 它创造了什么又吹火了什么 身处其中的人又有着怎样的挣扎梦想和雄心 是时候重新打烂这个世界了 经过了漫长的三年 如今 冰河解封 一切重新流动 作为一个商业记者 我站在价值重沟的十字路口 充满疑问 渴望答案 本节目由 时代价值创造者 新奥迪A6L赞助播出 谢总 因为现阶段美专的现行方案 其实是对品牌的要求比较高 甚至是从品牌维度去报福利品的嘛 就我们判断过还可以 他就是天生就做福利品 我还要再重复报庇一下 就那种虾心醋金房 二十九块九 你一个抱屁 我就一巴掌过来了 我就跟你讲 我也写得很明确了 你自己做化妆品 你觉得好吗 你摸着你良心说 再说一遍 对 所以我 你还有所以什么呀 你自己摸着你良心说 这价格能卖吗 我都杀了多少次的品牌了 你自己做化妆品你懂不懂的 你不应该懂的吗 怎么能替这些话呢 我跟你讲 你是我另一位头号危险人物 没有 每次开会都是点你 你说你真的上来找妈妈 没有下一次的吗 没有下一次的吗 H1没有下一次 我不想看看他下一次 再如果他这么说 请你填个离子报告好吗 像这种简单直接的表达风格 他其实在商业世界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行为的 这种行为福利品 你应该让那些好的品牌去灵活 而不是让那些灵活的垃圾货进来 弄垃圾进来 然后我又让资料监督委员会把你清出去 我这是在干什么 品牌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 长时间的信任的累积 白牌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无名是没有人会对这个事情负责任的 如果是由他们的主播卖出去的话 可能它就会摧毁那种信任度 如果你是长期打算把这事 做一个正经事的话 它就会对你是非常致命的 品牌优先 我们现在福利品的比例数量 以及GMV考核决定着你的奖金 也决定着你的升值与否 不是看你的业绩 你的业绩跟我无关 给我来点好东西 好吗 请摸着良心供点货上来 我们河南人其实对南方的农村的想象很频繁的 这边鸭子很壮观 可以拍一下 只要一走近他们都会游走 这边看这个 这应该是某种鱼的饲料 当时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买珍珠的池塘 珍珠棒 对 珍珠棒的 差不多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你们家的 对对对对 整批都是我们家的 那我们现在是 去要把棒捞上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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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我来了 我怎么判断 都可以捞吗 还是可以捞 看外表人看不出来 看到干不出来 来 黑白给你开一个 黑白给你开一下 这个镜头在里面 我给你拨 拨 拨出来 到底是什么镜头我也不知道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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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个去 大家不要来 那是个儿子就孩子 女孩子就是女孩嘛 对 所以直播的魅力就在这 对 魅力就在这 对 对 对 你小爱生产的 到底是个男孩子是女的 不知道呀 如果拨开来 拨开来 拨开来 就一跌 地拨出来 大小如何 这个很大 这个牵涉都大了 这个大了 这个厉害 来 看看 拉动成果 对呀 丰收的果实呀 来来 拨一半 来了来了 单子来了 粉丝也让开棒的 粉丝也让开棒的 你要比漂亮的女人 必须要买珍珠 来了嘛 对对对 来了嘛 海霸他是村里 第一批做开棒直播的人 通过直播开棒 和卖成品珍珠 海霸一家 每个月成交额有270万 一年3300万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 可以 那个时候有杭州的两个小姑娘到我们这边的赵王子 她说我们是阿里巴巴里面上班的 当时跟他们说 我说 住进也不要你们 淘宝里面有什么好的消息 我说什么信息 你们对我们有利的 你要第一次通知我 登登登 她两个小姑娘说说来了 我儿子我跟彩赤他们说 我说我们直接回来了 赶紧 李嘉琪骂他骂他就骂他 我们齐步机那个时候也是模仿 你也模仿李嘉琪 你老头 他说你老头 那个时候你火炮都不得了 下面这人 马上你也抢的下单 这个打印机 打呆呢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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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这种程子过轿了 天哪呢 我们里面还这 其实上一代的公司 真的很牛逼的 他们是把这些技术细 给你建成了 然后移动支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木柳的问题 也是直播电商之前的电商 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推动 你任何一个电商平台买个东西 可能一两天都到了 这你之前根本不可能想象的 你在美国也不可能想象的 咱们开完会以后 有一个第一集 大概的就是方向 底层主播有没有明天 中国主播崛起能带来什么改变 头部能否被复刻 就是我其实挺想知道 假设从你的角度 进入到直播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四个方向对你来讲 做商业观察 它是否是一个有价值 你能够去在里面寻求答案的方向 我是觉得前三个问题 它可能需要按照 想要做那个主线 问题全都做一下转化 就是按照一个人的成长路径 就是打游戏那样 做转化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主播 就是去底部发掘互相匹配 中部那个可能就是 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主播 然后头部就是 我怎么才能够登顶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 本身对直播产业 是不够感兴趣的 我们要从里面去抽离出来 某一种人性 或者是更世俗的一种东西 让大家理解 讲产业背后 我其实还是讲的时代的故事 比如说这种商业报道 或者这种商业文章 严谨重要 还是说自己的严谨和管理最重要 严谨重要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受吗 就是你经验足够丰富之后 你就发现说 凡事特别好看的 它一定省略了很多的复杂性 和丰富性在里面 是吧 因为它必须就是 一条线才会觉得好看 是有冲突感 但是哪那么简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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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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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 这里其实是一家 五星级酒店的大监会厅 但是被展览量改造成了 它自己的双十一的直播间 每个人都很忙碌 除了我 好像没有谁是多余的 亮子来了 亮子来了 看到的本来是一个小画面 后来背地这么多人是吧 对 我干不了 我干不了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看 比如你在直播间 这个镜头 最高峰值的时候 九十多万人 嗯 你要跟十八个鸟巢的人 你坐在这你会紧张吗 如果说让你突然间播一下的话 会啊 我怕那个 没有办法 但我会很开 我会很兴奋 但我会很兴奋 你是从第一天开始做直播 就马上就 进入那种比较享受这种状态 多有意思啊这件事情 当我喊三二一 上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屏幕从零 没有 一单没有 然后瞬间变五千 一万两万单 嗯 这一套你觉得这多少钱 三个 不敢猜啊 你猜一下 你觉得 包优 五十九 十块钱 啊 你这个 十块钱 怎么可能 那三把数 我觉得这一套多少钱 四十九 多少钱 四十九 我随便放一万单到两万的 九块八 包佣 嗯 这四个调味罐 包佣九块六 八六 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对啊就是啊 所以你出完快递费的话 相当于一块钱一个 这是一个不锈钢呢 你觉得这样一个杯子 应该多少钱 十九块九 哎呀 你终于学会了哈 一分钱 一分钱 全场放几万单 十万单 起 这对我们能赚到钱吗 这个 这不科学啊 这个是我自己掏钱的 我这让大家买的开心呢 人家来你家做客了 你肯定是表示一份这个心意嘛 那过去 好 老师您先看 我们先拍个视频 好 双十一最后的收官之战 亮光要给所有的商家 打一个样子 说话也不是空手 除了天花板也其实 亮光要给大家 准备了满满的生意 每到整年 加拿亮是遥望的亲约主播 从2021年8月 开始以个人名义 直播带货 如今 他厂均销售额 在九千万左右 不止在遥望 在所有带货业人的直播里 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名 上车 好 我妈 爱一下 你开始的时候 没有玩拍的心理嘛 就是我 我就是个演员 我很有名 然后我来做一个直播间 叫我做几回 我没敢做 我一开始没敢 我是从什么时候 突然间一下子 就是这件事情 我敢尝试了 我签了一个代言 这个代言呢 是你要到线下给人做活动的 因为线下做不了活动 做不了活动了 他让我去人家直播间 去做客 你就去了一下 我去直播间做客呢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不紧张 因为产品我了解 我用过 我最直接的感受 我就 我去讲 讲回来 直播间的这个主播猛了 主播没我讲的好 你知道 就是突然间这一刻 好多人就觉得 这个东西适合你 21年8月份是自己下车 就是自己真真实实用这些账号下轮 就是注册了一个自己的账号 对 其实相当于是我是品牌代言人 或者以品牌合作的身份过去站台 虽然形式一样 但是责任感和参与感完全不一样 现在就完完全全自己全身心理下来 对 现在相当于自己创业了 从原来做综艺的那一套拿过来 就是把直播做成一档综艺 或者说最起码以综艺的配置去做这样的直播 我在那种方向上做全面的升级 抖音是算法机制 今天不是说您关注了我 我开播您就收到我的消息 真不是 它是纯靠算法 今天你的内容标志 你的内容好 我就退给你 否则你就刷不到我 那我们每天也很焦虑就是 你怎么才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适 每个人的生命周期只有3到6天 我吃你们了 我吃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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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现在比如这两个身份 你同时是一个演员 然后同时又是一个 直播电商的带货主播 这两个身份 你会去刻意的去区分吗 我不会 因为我就是家里亮 做任何事情 你不能沾前顾后 很多人下场去做直播 我又要保护我的羽毛 又要 偶像包袱还是在的是吧 就真的就没这个必要了 我觉得就是真的 就何必让自己难受呢 如果你没想明白 就尽量别瞎唱 你说我现在 你让我天天在家里待着 我接张艺谋的戏 我能接着我接不着 对啊 你说我接那么多大师的戏 他也不可能轮不到你那么多 你要在自己的一个 有限的条件之内 你要会做思考 会做变通 这种变通不是说 消耗你演员的羽毛 来去消费大众 而是如何你能够 在自己的认知里 比你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因为你演员的光环 你才做得更好 而是你做这件事情 如何比别人做得更好 更加努力 对 你才能让观众看到说 哦 亮亮做这件事情 他是做了功课的 他就是比其他达人 要做得更好 过去几年 他其实有很多的艺人 过来做直播电商 去直播带货 当然其实大部分人 其实也并没有取得 他们想要的那样的成绩吧 但是反而你是 确实是做得很好 然后而且几年下来 好像还一直都很好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 电商它不是说 一人想去玩票的一件事情 它是一份工作 简单不同的一份工作 我在下场之前 几大头部主播 我至少看了三十场 然后取长不短 人家的优势在哪里 觉得可能我 比别人的优势在于 因为我背词比较快 你跟直播间的粉丝 在沟通里 天天不停地 在描大字报的话 人会觉得你这东西 那就找个机器人讲就好 何必你再去复读呢 第二点就是你价格的机制 你一定要把它做到 你是独家的 这个价格里 是没有人能超越你的 因为这是你那个护城河 那信任从哪里来 是你的承诺 你的承诺从哪里来 就是你要跟商家 签保价协议 然后你的价格 要跟其他的头部主播去比 我的价格 其实就是我的护城河 比如说你现在 在你的直播间里面 你就压力感会更大一点 还是说你 现在去录中益 拍戏 就加力感会大一点 这些工作 它可以去比较吗 可以比较 从精神层面上来讲 它这份信任感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录综艺 它毕竟是一个娱乐项的东西 对吧 就是你状态不好 顶多你不搞笑 但是直播不一样 大家都觉得 艺人下场做直播这件事情 是流量可以迅速上来的 但是没有人想到 其实艺人的门槛 护城河是很高的 他承担的压力也很大 你会认为说 这个新的职业 它是一个 可以一直做下去 就是一个长青的职业吗 你可能今天当了第一 但是你明天很有可能 就大家就不喜欢你了 这你会担心说 突然一下子不喜欢你了 每天都有 就我做梦都在跟那个 品牌方去打打机制 因为每个行业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兴衰的过程 你无法预判 但你只能就是做这件事情 你不断地 在如何让别人淘汰不掉 然后你还能够在这里面 大狼逃杀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里 还能够做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 新兴的事务 新兴的行业 新的职业 他的第一批赢家 甚至包括他最后的 最大的赢家 永远不会是 上一个已经成熟的行业里面的 最逃步的 最成功的玩家 我们必须承认 比如像蒋乃亮 他肯定不是说 第一线的艺人 是吧 对 但是他可以成为 第一线的直播带货的主播 谷歌是全世界市场份额最高的 搜索引擎 但是在社交网络领域里面 他就会落后 对 落后Facebook 他是基本 商业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定律 这也是为什么小公司 能不断地涌现 去颠覆过往的大公司 有些新的人物能够出现 颠覆以往大公司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创新者的窘境 他其实就是 有点像商业世界的定理一样的东西 OK 上会 大线紧大线紧大线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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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是吗 好 好 上次你也可以改造 要不要 没事 没事 这个地方公司的最高的21层公司 你对他最大的好奇是 就是还是怎么整到今天的吧 可能对 一个普通用户 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面 看到的那个直播间 其他背后他可能需要有一个公司 他有一个21层的办公室 有一千多人装在这个楼里面 去给你推销产品 对于这公司创始人而言 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创业者 肯定他是尝试了非常多 然后才找到了这个事情 老师你好 谢总 太长时间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比较忙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你是收集这些是吗 没有一个是自己买的 像这个四个是当时跟黄紫棠联盟 他给我的一套 然后这个是祖兰送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的长江的同学送的 然后这个钢铁牙省他送的 就这次生日钢送的 是你自己喜欢这些人家才送你吗 不是 我们当时做这个板块 我们做这个潮楼的这个 潮楼的板块 潮楼 潮楼 放着的东西基本上都是 我们有在卖过的 哪个品牌方想在我这放 他每个月就给我 大概一万块钱的货 人进来我就给别人送 人进来就给别人送 是个广告位是吗 很贵的 以前我们桌上有广告位 后来开会不方便就给他拿掉 确实是做生日的是吧 所有的地团都可以是广告位 找找碌碌他都得有这个东西 好玩 有艺人过来找你说 我就想要成为超超超童吗 没有 大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 说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说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 这跟我讲说刘根宏之前也是你签的艺人 我们签过一个月 一个月这么短 签了没做 签了之后就是刘教练就是我们签的时间不对 就是我们去年21年11月10月份签了 刚好赶上我双11 太忙了 没有人手 签了之后我们没有人手去做 所以我们当时想让他多等几个月 那他可能比较着急等不住了 我们就把合同还给他了 当时确实比较大的失误吧 所以他其实签了你们 他也不一定能 所以我当时也说是如果被我们签了 我们天天在这里让他卖货 可能他也红不了 就没空调操了 对没空调操 所以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我们如果把他放在杭州 他上海没有被封 然后他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调操 肯定晚上在卖货 就不可能糊 所以我们觉得对他的说是挺好的 对双方的说都挺好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有很多艺人都进来做直播代破 应该是20年 20年特别多 特别多 但是大部分鲨鱼而归了 他能够坚持持续的 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是失败 他们只是觉得挫败感太强了 心理区太高 太高了之后心理建设没有做完全 如果你做完全了 第一场卖不卖好 其实都没关系 你要相信他一定会上去的 主要是旁边的那些人 给他的信息太多 说你肯定能卖5000万 你肯定能卖一个亿 肯定能卖两亿 导致他给自己心理压力很大 我签蒋朝卖迪纳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一场就卖100万能接受吗 他能接受 那他上来第一天就卖了1000多万 但我跟他说第一天稳住 也许第二天可能只能卖200了 对不对 那第二天他又卖了1200 我说第三天可能只能卖300了 卖了1800 就是我说你现在刚来卖两天 你就是小学生 你卖200万都是成功的 所以我一定要给艺人做心理建设 但是他们肯定会有对标 比如他们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面 有一个评价体系 比如是一线二线三线这样的 过去大家确实不懂 确实跟您说的一样 上来就说我还卖不过他 怕说你真没卖过 就很多机构他喜欢捧艺人 很容易捧杀的 传统的艺人机构 包括在电影圈娱乐圈 这种经济机构 它本身是很难去成规模的复制和壮大发展的 我也想知道比如他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 做得非常头部的一个机构的创始人吧 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跟他们的签约主播之间的关系 找出一条比较好的路径来摆脱这种做不大的困境 几乎是这个行业注定的规律性的一个宿命 像你们签的艺人 你们都会要求他很长时间待在杭州吗 至少三个月在杭州待着 杭州是一个 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叫品牌方过来 品牌方都能拿样品给你的地方 真的 一个小时内 他不只是打印文字的 还能做KT版的都能24小时 而且他们不会出错的 因为他天天都在做 你只要把东西给他 你人都不用去 你很难在第二个城市找到有这么快的速度 杭州万象城地处繁华商业区 这里有漂亮的街景和灯光 能够形成自然影棚的效果 很多带货主播就会选择在这里起步 这个位置会不会太矮了 我看见人家的粉宝贝 欢迎我们家所有新家的新粉姐妹 老粉宝贝 今天我们新号开 他们的感觉高一点 高一点 高一点 你们直播间现在有多少粉丝 我问你新号 新号才开播几次 第一天到这外面来播放 摆个放 你这不就等着粉吗 不要 我没有紧张 我真的很紧张 OK 不要 那就开了 我看到她的宝贝 姐妹们 今天我们第一天户外直播 给姐妹们带了很多 我们新的一个新款 连抽绳都给大家做 是一个赤秀的抽绳 它不是那时候简单的 身高167万 姐妹你好高啊 161万完全没问题 别吧 必用到老婆们 账点关注 下点赞 一年收入 几百万 铁铁 你不在镜头里说 没感光 好多姐妹又在为雨若活 现在刚刚什么没有抢到 我只是家容的 我的也是老婆呢 你长什么跟你想吃呢 是不是这样 这么多 还是家容的 咖啡饱满了 我给你讲 完了 小草稿就是飘了 面料是做的一个背 我们把这块过完之后就下锅吧 来吧 来吧 我们今天涨了一百多个粉 满意吗 是涨粉最多的一千吗 不算多是吧 所以你是玉影 你是玄品是吧 你们两个人主播 我现在算是 今天一个主播 说实话 我们公司是上个月 17号才刚成立 就是前几天才开始刚播的 对 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 已经卖了几千了 今天是吧 对 已经有大概两千两三千了 反正比前几天要好很多 这个到底多少钱 这个我们现在成本价是169块钱 真的我们卖199块钱 还要发快一点 还要发快一点 对 至少一百 一百七 因为还有退货率在那 我们还要 每次发货钱 我们就会 记一些小礼物啊 小惊喜啊 就想他发收到货之后 等他都体验感 别给我们退回来 别给我们退回来 我跟你说 我们之前每天的销售就几百块 对 但是我们还在坚持 但是我们一觉醒来的 就是要亏掉几千块 因为 激烈粉丝 基本上不再赚钱的一个 那现在开始做直播带货 会觉得有点晚吗 你要把它做好的话都不晚 就是你想去做 哇 你们两个好鸡汤啊 那你们两个之前做什么 他之前是护士 然后还做过演员 这不是演了那个 那个那个 他怎么看着什么小宫女 我的脸啊 他可能父母会 希望你们去公司上班 那我们山东人 最后的归宿还是编制呢 不孝友三 无边为大 对 什么 我们以后有 就是想做自己的品牌 然后 做自己的品牌 对 女装品牌 对的女装品牌 我们叫灾心女孩 品牌都讲好了 已经注释好了吗 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是这样了 那祝贺你们 灾心女孩的品牌 早日 做大过强 赛事 做大过强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个直播间在直播 这是国内头部 MSN机构 无忧传媒 格建立的每一个主播 都希望自己的名字和头像 出现在公司的宣传海报上 因为 这意味着更大的直播间 和更大的团队 其实 在同一楼层 就有这样一匹黑马 小熊出没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先把我们的关注点上 怎么见坏人了 来准备 321生产 我给你这个东西 1块9 只在我的直播间 是的 直播间6000人了 准备 321生产 点点关注 是的 拍的这个颜色 这个是他们两个上 去逼个上 逼个下 小熊你好 对象 不打扰你工作 没有答案 你说我们带李小老师 参观一下 咱们那个洋区 包括那个选品间 但这个直播间 就是你每天都在用的 对 每天都在用 这就是一整个团队直播的 所有的人 40多个人 40多个人 很多 也很多了 我从两个人到现在 就是最开始 零粉的时候 对 零粉就两个人 就天天拖着行李箱到处跑 然后也没有自己的直播间 到现在有这么大一个直播间 一年时间 那很快了 很快 所以我说也运气好嘛 所以我的直播时间 是5点钟到半夜12点钟 那你为什么要播这么馋呢 播这么频繁 我是零粉直播嘛 零粉丝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明星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网红 我没有流量保障 拼的不就是时长嘛 如果我播的时长多 我觉得滑到我的人的几率 就会多嘛 所以你加完班也可以看到我 你正常下班也可以看到我 就这个时间段 然后这边是各大事业室品牌 我们的名字会写上去 我自己就是播这种 事业室品牌起来的 其实我就只是一个 普通小女孩 从去年做直播到今年 就能有这么快的成长 运气好 刚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赛道 小熊他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 他能够在直播间那么闹 那么嘈杂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能够始终地保持专注 而且还要非常有感染力 去跟他的用户去交流 让他们来产生购买和消费 对我自己而言 我其实更想说的状态 还是一个人待在一个 安静的空间里面 听听音乐 看看书 这样他会让我觉得 我自己的状态会更好 思考也会更清晰 那你这个跟琪琪 你跟琪琪说一下吧 你让琪琪过来吧 然后这个我们看那个 我跟他说 还是我跟你说 你跟我 我今天看不到粉色 用出来白钢黑会好一点 用灰钢 他卖的是那个蛋白的 没事你们先讨论 我都 我就在跟你方便一点 好 我可以 特别忙是吧 没有 因为马上要直播了 然后今天双十一 然后所有的主播都提前开播了 都提前开播 抢跑吗 对 竞争很大 你还记得你 两年前三年前双十一干嘛的吗 那时候我是晚上九点钟 播到凌晨六点钟 就是竞争最少的时候去播 直播间没有人也要讲 为什么直播间没有人也要讲呢 因为总会有人看到你 但是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状态不好 他就不会关注你了 因为看你的那个人 他不知道你在线多少 只有我自己能看到 你开始播的时候 李佳琦已经非常红了是吗 对 那时候你看他们是什么感受 你会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吗 也不说羡慕吧 我觉得是 就是他们有那么高的GMV 他们承受的压力比我多 假如他的营业额是我的十倍 那他们承受的压力就是我的十倍 所以直播平台有能力 迅速地造出另外一个 有很多粉丝的人 然后同事上的流量失去 对 你会为这个事情焦虑吗 也会 我觉得应该每个主播都会 每个主播都焦虑 其实我20年到现在 我认识的很多主播同行 也有不做的 也有慢慢数据不行的 就我也有数据不行的时候 真的压力很大 就我是属于那种 如果我不直播 我看到同行在直播 我会压力更大 就我是属于那种已经强迫到 我休息 别人在直播 我就觉得我要输了 这么焦虑的 我是属于很焦虑的 可能我今天没有播 就错过了一个好流量 你是有概率的 你抓住这个概率 那你就能火一阵子 如果你抓不住 你就等下一次的概率 我还挺好奇 比如像你现在 这么紧凑的生活节奏里面 就是还会有社交吗 不会 可能 就是不想输吧 或者不想停吧 我会觉得就 没有什么好社交的 你去工作吧 真的特别抱歉 达到你工作 没有没有 刘洋 刘洋 你帮我去买个自热米饭 好的 还没吃东西 我简单吃一下 像这种短视频平台的出现 它有点像第二次高考 就是你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正常的普通人 你可以通过展现你自己的才能来获得各种回报吧 无论是大家的关注啊 还是商业生的一些回报啊等等 然后再来 你这边的 我感觉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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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22年底 遥望签约的主播已经增长到172个 成立了50多个运营小组 作为一个爆发期的新行业 很多问题都需要在摸索中不断调试 尤其双十一这样的大产直播 战斗者的出现就尤为重要了 你这种来逛直播间你都看什么 有什么 一个就是看一下他今天开场的时候 因为开场拉上去了 他们信心会很足 如果开场没拉上去 他们就会比较紧张 没有到第一呢 我们不找公司的人 但在线差很多 不够深 你前面就没上去 然后这只剩下30万 这个拉不上去 在这个地方横盘了 再用更多的力气试一下 好 现在把它安排一下 告诉亮哥流程加快 流程再快一点 在图带里放100台 空气炸锅 看这几个数据可以去做找找 因为现在这几个数据不行吗 千次观看成这样 就这个不好 他们还是给它课单太低了 就福利品课单太低了 就这个高仗480多 相当上一点点 就还不够要到1,500万 小套盒这种没有吗 把单多放一点 对 我怕你出不去 你们的中奖赛率更加高 原来就是了三倍 宝贝们到手 23件 我们的护手双各种味道都有 好 上来一点点 现在每三分钟总跑不停报纸 他们其实已经是总马命运了 来货总马命运 今天在我们中关之上 你看他们报纸 老师我们出下一个吧 满意吗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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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场没开好 就问题还是蛮多的 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做的这个行为 能不能符合用户需求 对 所以我们会在看盘上面有十几个维度 因为维度上面我们一般看 转化率 GPM 就千人产出 还有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都还可以 转化率也还行 就GPM没跟上 那说明 他今天的客单过低 那他一直都是第一 他跟自己比 今天这个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跑这么远的地方 一般可能酒店满了 今天跟明天 订不到地方 就是公司内卷 全是公司的人订掉了 没地方 今天公司大厂很多很多 50多个小组自己在卷是吧 抬高了周围酒店的房租 为什么要有中台 他们过去卷到什么情况 这个化妆品 你可能卖299 旁边那个要卖298 两个人正对门啊 那我说这是公司自己内部的 主播都是同事啊 你后来让中台干预就不允许 现在你就负责大中台 对 我现在就是中台的磨练 跟这个逻辑的梳理 其他的就不太弄了 因为我已经到50多个 摇头部的达人跟主播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 像一个做艺术类 创作类的去做一个主播 这是你的日常吗 日常日常 但是没有这么远过 就是各个地方 一般就10分钟 晚上白天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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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好不容易把井搭出来了 让后面举盘子 举完了之后 把我井搞得一趟糊涂 我就看不亮了 我让他后面站个人去 把井是捞出来 因为不然像假的背景 不要让他掉出10万 你可以跟月银说 让他做些什么行为 你马上掉出10万 他们是非常在意这个数据 美白四炮 有区块类合成 有斑点痘印的把钓刷在公图上 又拉到10万以上 它是有节奏感的 对 有卖货然后放福利 有卖货放福利 很易如直播者 欢迎大家 9块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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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块6包邮 6块6包邮 5块6包邮 5块8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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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多少钱了 9块9上 现在怎么还卖这么点钱呢 这个不好 但是这个 20准备上齐 他们组长在哪 组长在哪 组长在哪 1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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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GPM整体都很低啊 真的 主牌子没出息 不要 主牌子 你现在统筹一下 看看数据不对 马上把货盘盘上 2 1 OK 谢谢大东 接下来我们 FALLING继续 我跟大东打个招 好 谢谢 辛苦你 谢谢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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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块 出了 是吗 太吵了 特别热闹 是吗 不热闹 卖不出去 今天我做一个主播 如果一个月没有卖个2000万 对我们来说 我们成本摊下去有点受不了 而且管理成本会上升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一开始就没想过自己要去往做机构走 我们一直都想着说我们去做系统做平台 但是没办法我不得不走出机构这一步 没有这个我根本现在未来要做东西什么都没有 对我还挺好奇的你要去盘货 然后给全市场的主播去卖 我现在逻辑很简单 我现在准备全力的做库存 那这个时候接下去我可以服务更多的主播 我们有个商场要开业 全服装的 我们要先把数据盘起来之后再把那个商场盘货 你只是现下商场 现下商场 有20多万平方 装修都奔10个亿去了 一楼跟副一楼我们是给明星 每个人会承包一个店过去 我们会要求每个月有一天所有的明星都在当场柜 同一天 那现下还是会有很多人的 这个场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想象空间是很大的 对 它相当于本身它是一个供应链平台了 我可以支持无数的人在上面做主播 但如果你现在马上去凭空起一个供应链平台 可能你做出来没有用 因为你基础的销售额没有 我有自己的主播把基础销售额做了 那我再去做那个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金字塔顶尖我们不会丢吗 我们现在冰山一角是我们做的 对吧 但是水位线只要往下降一降 就我要把难度降低 那我录出来的部分会更大 大很多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把用人的标准往下降 所以我要把中台建得很强 前台就可以随便选人 这样我就可以再赋能给外面那些 可能没有到金字塔顶尖的主播 我们只需要把中后台的资源以及我的系统给到他 他一个月卖20万都跟我没关系 他可能卖了20万的货 我在货上面可能就挣了1万块钱 或者挣了5000块钱 都可以 那就行了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经验以及资源做成系统 给到他 对 这个想法构想还挺有贵的 他就不是一个 现在大家单纯认为的一个MCN或者一个直播电商公司 因为这个项目全中国没有人跑通 没有人跑通 那证明一般的人是跑不通的 他需要掌握很多的技能以及掌握很多的资源 他才能硬跑跑通 那我用了三年时间证明我是行的 就谢董聊天过程里面 其实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从我表来看 他是一个直播电商的MCN机构 但是其实他整个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是完全是从平台的角度来思考的 比如说河马刚出来的时候就非常惊艳 线上线下 包括电和仓储等等 全都打通到一起 甚至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因为他还有很强的观赏效应 黄生衣在那直播 会不会有好多人就想来看一眼呢 天然的就带来了很多的用户过来 就是他是线下的流量 他做的这些工作都是让他的整个公司的 商业模式变得更厚一点 工程盒更深一点 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一个大浪过来 就把你给打翻 你上过班吗 没上过 大学创业 04年创业我就做电商了 我自己做了个平台 但一天卖出去一两单 因为当时淘宝刚成立 我应该加入淘宝 我不应该自己创业 当时淘宝只有几个人 就在我们学校边上面试 我们学校去过面试的人都说这是个骗子 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说是阿里的 当时阿里也不大 一个民宿里面面试 你说能好吗 大家去了之后赶紧走 就是个骗子 因为我师兄去 他说里面只有四个人 就如果当时在淘宝 可能今天赚到的钱 比自己创业赚的还多 那有可能那样 那我就前十号 但是也不一定 可能我不是要上班 我不是要上班 我就感觉播到天亮了 凌晨三点的寒州的时候 那我们以前有主播播到两点多 从早上十点钟播到凌晨 就余大播到凌晨两点 郑 Lavish 表演做食权 但是我们在父亲自己在社会 远童的发展 休斯鸟 等到我来做只剧的违达 这比达 用的违达到十一架比较厉害吧 对 大家非常很贵 非常感叹 这里场百万能不能女逐手 百万能 送安 不然就要等不下国 五万能 三二一 上 我 我们需要麻烦 我们出国今次准结束 我面试的男人 来下个破奖 二十六块九 准备好了吗 所以就很烂 不管你有没有买 每个天都有在我直播间 陪我下播 谢谢大家 辛苦了 我们就下一场直播见 拜拜 拜拜 这是我整个双十一 最开心的一次 拜拜 宋西宋西 宋西 宋西 熟了 小熊 明天 今天十二号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睡觉 只用这一件事情 这三个大毛环 一几个调养身心 小熊我们双十一期间 累积的营额额是 六千九百卦 还差一百卦 这是啥 一斤的 是你买的 我身上他给我一个眼 他每个眼睛 一斤的 我没有站在去 他没站在去 要带 能让我来 没吃 哎 今天那个宝珠 不卖多少钱 三个一 卖了三亿吗 不止三亿吧 现在三个一 现在三个一 到底有吃的没 有吃啊 你吃话要吃完猫猫 吃完猫 对吧 有没有什么要对的 小熊 嗯 放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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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闲口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你会要 你会要 你会要穿这儿来 对 哈哈哈 那您来做这个节目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种怎样的身份 作为一个观察者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管理学家 就德鲁克 而且今天刚好是他 去世的日子嘛 然后他在书里面 就去讲 小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就有一天 他和他的很多同学 朋友 就带他一起兴高采烈 走在大街上 去参与一个 大声的活动 当时等到活动结束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非常失落 然后觉得说 我一点都不喜欢 这种感觉 就是在一个事件里面 被浪潮 被大众推着 裹挟着往前走 aval 无缘 beğn火 无缘搞超价 大谱 再上一河 就出生津溜中睡吧 他更下注的是什么呢 就还是作为一个 旁观者一个抽离的视角 来观看观察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行为 我觉得他这种自我的定位 包括他理解的谈论事业的关系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本书就中文名叫旁观者 其实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 叫一个旁观者的奇妙历程 团宝的钱太容易赚了 但团宝的钱是违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市场经济说我要把好的东西卖给更多的人 所以往往非常有天赋的选手 往往走不了太长 我们选人只选 肯干肯学 就是谦虚 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愿意做 天赋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我来说一视频道 我来说你准备打穿摇 雀 我来说我今天不知道 这是那一位 我来说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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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位这位 我来说不想要 你来说不想要 我来说不想要